Jason我们知道你的Rainbow E 你整个的核心 就是说你想创造的价值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快乐幸福健康 那你在选择商品的部分 就是你所挑选的品牌的代理 或者是说你自己在台湾的东方美人茶 做出口的部分 你也一直扣着这几个核心在做 那我知道其实说你整个在产品的背后 其实你一直在看的就是说 你的产品怎么帮人类带来这个健康的 体内环保体外环保 那当然包括很多是哪里去方面的 还有食物本身的 那刚刚你跟我们分享的这个六大营养术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说你自己在这个部分的管理 就体内环保体外环保 还有健康方面的管理压力的管理 你自己是怎么做的 我自己本身在讲 我其实蛮坚持一个energy in跟energy out 对形成一个balance 就是我刚刚说 能量进到体内 对你要能够完全把这个热量 把它消耗掉 达成一个平衡 那虽然我每天的工作量虽然很大 但是我觉得说我是蛮 乐天之命 对因为你做什么事情 每件事情你所做的 你自己做的事情 你都是开心的 对所以你可以睡得安稳 对睡得好 然后当然自己在自己饮食 各方面来讲的话 就像我刚刚讲 六大营养素你要新生 也是一个balance 然后如果行而有余力 我蛮鼓励每个年轻人 其实可以日行万步 身体有保固 对 日行万步 身体有保固 是 对因为你一定要动起来 一定要动起来 身体每个那个技能五脏六幅 其实都必须要动起来 那你可以比如说到一些 有好山好水的地方 对去吸收大自然的那个 蒸汽 大自然里面的那些分托精 对那些负离子 其实对身体的帮助是很大的 对要回归自然 对什么东西到最后面 你不管做什么食品饮料 到最后面其实是越天然越好 对回归到原点 其实不是只在卖一个产品本身的 一个包装 你也是要那个本身来讲 产品本身来讲 也是越纯越天然是越好 Jason 我帮听众朋友问一个问题 因为其实现在的生活节奏 就你知道吗 就最基本的 像你刚提的六大营养 我相信很多人每天 它的营养数是失衡的 他也 他可能也没有意识到 就是你刚提的 Energy In 跟Energy Out的平衡 不管是食物的或心理的状态 或是他的生活 Lifestyle 生活的形态 他不一定可以做到 这么的Balance 你说那些电子业的老板 他每天股票这样上下起伏那么大 或者有的在企业里面 你每天 这个企业里面的战士 或者这个年轻人 要想他的出路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要做到 这个热天之命 还有你刚刚提到的 就是Energy In 跟Energy Out的平衡 有很多人其实现在生活 我觉得有听众可能会举手问说 我现在生活已经很失衡 那我怎么办 可能还是回归到你刚提到的 天然这个自然面的这个部分 你自己是怎么跟你带的员工 还有就是你旁边的亲朋好友讲的 如果他们生活 大多数现在我看到人其实生活是蛮失衡的 你刚刚说到六大营养素 我想很多人光是这个 这个方面就没有做到 那更不要说是Energy 能量的管理 我想你刚刚在讲的应该是一个能量的管理 那所以说也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说我们公司在每一个品牌进来台湾之前 我们都会替消费者把关 确定他们每一个品牌 背后他们都是有品质的一些检验认证 有工厂的比如说制造商标 然后每一个产品本身都是符合国人所期待 所以我们才把这样一个产品 那个飘往过海 对带过来给国人 那其实基本上来讲的话 那个食衣住行来讲的话 民以食为天 对不管是说你股票在怎么大理 对或者是说什么天灾人火 其实你可以少穿几件衣服 衣服可能一百件 你穿一件两件就够了 但是说真的来讲的话 那那个人不肯一天不食不饮 所以相对来讲的话 那个食物对人生里来讲体内环保 对就是相对来讲是特别重要 所以说我们已经把一些 比如说对人身体 对有益的产品 对盛选品牌 把它带给每一个国人 所以你从1993年到现在 你总共代理的是十几支品牌 对十几个品牌 然后有一百多种产品 那主要是以这个食品跟饮料类的为主 对食品饮料或是保养品 对还有说美副饮等等 内销或是说外销出口都有 那外销的部分就是你现在 你刚刚提到的就是像东方美人茶 就是你自己从台湾这边发现的一些好的产品 把它这个可以代表台湾的 把它行销到国外去 对因为就是抱是一个 我只想做一个好茶的一个概念 对把台湾那个独特的茶 能够代表台湾的东方美人茶 东方的概念对带给西方国家 对一个好茶的话对天然环保其实相当重要 而且像我刚才讲 它是百分之百坚实是五天加的 那行销你觉得像你行销到海外去 海外的你的这些经销商代理商 他们可以接受吗 他们知道你的这样的概念吗 当你把台湾的这个好茶 开始卖到国外去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跟他讲说 我们的那个concept跟理念 对我们要想要做的是什么 然后他们当然一样 会知道说我们想要宣传的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做这样一个产品 然后让他们会有时候也会感动 对然后这样相对来讲 他在做这产品部分来讲的话 他会更用心 对他会把这产品更有效去做推广 所以你的宝乐茶现在卖 不是宝乐茶是你进口的 是马来西亚的 那你的东方美人茶的品牌是Rambo E吗 是Rambo E OK你的Rambo E现在销到哪些国家了 销到日本 销到香港 上海山东 有一些地方 还有销到那个美国 跟欧洲国家去 很少真的认识 这个做trading的老板 他对他的原材料 对他所有的过程 他都愿意投资 不管是时间 精力 金钱 然后你团队对这个的认同 能够这样做得这么的彻底 我想这个精神很值得 我们所有的听众来做一个学习 那就是我们如果要请你给我们的听众一些千金方 那你会给他们一些怎么样的建议 不管是在健康的管理或者是在他的事业上面 那你想给他们一些怎么样的一个启发 你愿意跟他们分享的是什么 用英文讲就是 Do your best 对 凡事尽你最大的一个能力 对 问心无愧 那个你自然而然会心安理的 对 做什么不见得说 一步能够登天 但是 你只要是努力 对 终究到最后面的话 那个老天啊 绝对不辜负 那个有心人 你终究还是会成功 然后 我也要讲说 不管人啊 人其实没有分 有钱没钱 有地位没地位 或高碍胖瘦美丑 人其实基本上都是平等 对 所以说每一个人的话 其实都要像中华民国一样 建国一百年 对 那个健康 幸福快乐 我们林国一自己的理念一样 要健康一百 幸福一百 快乐一百 然后也不用去 互相大家 彼此比来比去 对 因为每个人都要他自己的优点 就像我们说的 对 持有所短 寸有所长 对 每个人要去学会去观察 去欣赏别人的优点 也要知道自己 绝对不是 也不要自己 欠缺自信心 对 你自己上面 一定有一些优点 别人一群没有发掘 但你自己知道 对 那就是 让自己的所长能够发挥 然后对 那个自己或对自己家人 或对 社会或对国家 要所贡献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 很完美 对 很棒的人 我知道你自己本身也是这个夏威夷校友会的会长 那扮演这个会长 因为夏威夷我知道它是美国最环保的一个州 它也是最绿能的一个州 那在这个部分就是说你这么多年以来 好像你也不断的把这边好的产品还有包括做两边的一些互动跟交流 可以再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说你在这当中扮演的一些资源整合或串联的角色是什么 不敢这么说 对 不过就是 其实就是一个心 一个人的心 一个 一个passion 对 一个热忱 对 因为我觉得说 我的高等教育 对 受制于在美国 对 夏威夷 大学 所以说相对来讲 就是身为一个校友 在台湾我只希望说每个校友大家都是发展的很好 大家都很好 所以大家必须互相关照 所以只是把大家串联起来 让大家能够有来自不同产业 对 与其不同的经验 大家可以互相去缺領去分享 然后至于说我在夏威夷来讲 对 因为我们总公司自己本身现在也在夏威夷 那因为所以跟夏威夷各个大厂商 对 甚至夏威夷的一些政府单位机构 基本来讲的话 我们都蛮熟悉的 我们希望说那个 扮演一个 比如说 不只是一个确定的角色 但是也是增进 那个 美国跟台湾之间的一些友谊 把一些好的产品能够行销来台湾 给国人 带给国人更健康 对 这是我们想要去做的 对 那我们也祝福你 接下来你的一些计划 保乐茶 还有你的这个喜乐国 都能够上市成功 那还有最重要的是 我们台湾农民这些好茶 能够有你这样的 这么好的一个理念 然后可以把它行销到更多地方去 那我们希望说 今天听众朋友 听到一些很宝贵的 那我们可以从基本工作起 然后把自己照顾好 也能够多做一些 对周围有贡献有帮助的事 我们今天谢谢Jason 谢谢 谢谢Alice